王品喊加薪5% 明年真才3600人 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 王品集团董事长戴生意 带头跳起舞 往年都会举办大型尾牙的王品集团 今年舍弃了大型宴会 昨天选在苗栗县卓兰国小 该以公益园游会方式举办尾牙 还出动500名员工当志工 与小朋友们同乐 就是因为我们对整个社会的一个经济发展 我们是有感的 因为如果说只有1%的GDP的成长 我们在办大线尾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独善其身 戴生意昨天也送出大奖 喊出明年会帮旗下员工 加薪至少3到5% 也将提拨全年获利10% 作为信托基金 帮主管级购买集团股票 作为人才爬升的奖励机制 另外看好景气复苏 明年会加快拓点速度 并扩大真才3600人 加薪3到5% 共读生是从1月1号就会加薪了 就是每个中头我们就加薪5块钱 我是认为优型负书是绝对是有的 我是认为会一个局限型的负书 因为我们明年的一个开薪速度 是有史以来最快的 而他也呼吁其他企业主 帮忙应届毕业的大学生 我是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大家一起来鼓励 所有的一届地屋的大学生 他们那么优秀 希望透过我们所有的 企业组的一个努力 然后让所有的大学生 在这里以后都能够有404K的收益 因为全集团上周才承诺 将为员工加薪5% 现在王品集团也跟进 餐饮业已透出了春意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